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N与阿Lem 频道。 今天阿Lem 继续和大家分享王万妮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就和大家分享王万妮的一些生平趣事, 以及她深受演艺圈的人爱戴、尊重。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王万妮演出过的作品。 王万妮在影圈中几十年了,总共演出过。 大大话说有304部电影那么多。 第一部电影就是1932年。 名字叫做《古智娟星》。 她在片中飾演赵靖霞这个角色。 接着也是1932年。 就是《夜半昌星》。 手昌的昌星。 她就飾演傅家女前淑贺。 接着是1933年。 分别有《暗室明珠》和《外老拜寿》两个电影。 接着是1934年。 就是《战地归来》。 王万妮就飾演《白线菌》。 接着是1935年。 有《傻佬足寿》和《作日之歌》。 在《作日之歌》中,王万妮就飾演《月霞》这个角色。 接着是1936年。 1936年有几部作品。 分别是《轻缘递劫》。 《宜女债》。 《新青年》。 《血酒金钱》。 《桃园洞》。 《童心结》。 《标准老婆》。 在《标准老婆》她只是飾演好老婆。 接着是1936年。 1937年首先有《玉博》 接著是《金古西商》 然後是《燭白金龍》 接著是《金屋十二差》 飾演《大兩阿美》 接著是《一套師生子》 然後是《民族女英雄》 然後是《無官皇帝》 《前進曲》 還有《萬惡之夫》 《邊防血淚》 《人生曲》 就飾演《情魂文》這個角色 接著就有《珠江風月》 《國內無戰史》 另外還有《深魔》 《時世造英雄》 和《多情天使》 在這裏《多情天使》 就飾演張小貞這個角色 接著就到1938年 1938年就有《黑米養家菇》 《孤兒行》 《七星灌月》 另外還有《金屋十二差》 的續集 他就飾演《大兩河美》 1938年就還有《新國文》 《宮迪》 和《金葉谷》 那就到1939年了 1939年 首先有《孝子亂經堂》 接著就是《紀嫂粉》 然後就是《三十年》 《虎命女》 接著是《掃把貞》 接著是《梅開義道》 就飾演這個陳幸元 都是《三九年》 《貝解雄羅》 就飾演《蘇金鼎》 接著也是《三九年》 這個戲名叫《一九三九大觀園》 然後另一套《杜十良》 《露尋百寶箱》 然後就到《金葉谷》的續集 接著就是《三喜宣王》 都是《三九年》的《嫁初朗》 《呂蒙正製造》 接著是《萬里行屍》 《冤魂塔》 和《烏衣寵》 接著就到1940年了 1940年 首先有一套《小廣東》 接著是《白旋風》 黃萬尼就飾演《阮大梁》 接著一套《紅城丑》 然後就是《廣州順武橋》 就飾演《雲妻》 接著就一套《人海淚恆》 就飾演《方馬里》 然後就有一套《孝子圖刑記》 接著就是《歌牆未影》 《空谷懶》 接著就還有一套《從心所欲》 然後就一套《十萬童詩》 《屍體》那個《屍體》那個《屍體》 《兒童》那個《童》 然後之後四零年 就還有一套《胡不歸》 那他就飾演《貧良》 接著就一套《慈禧太后》 《慈禧西太后》 那他就飾演《孝貞皇后》 那四零年還有一套《亡夫山》 接著就有一套《非天禽魯》 接著就一九四一年 那四一年第一套就是《春色滿原》 接著就是《風火鴛鴦》 然後就是《人去流空》 接著就有一套《小老虎》 然後就是《彩鳳徐鴦》 《烏鴦》那個鴦 接著四一年就還有一套《粗染藍橋》 然後就是《女兒女》 接著就《國難財主》 接著就是《孤兒救祖己》 黃曼尼就飾演《余威瑜》 接著四一年就還有一套《孤島情合》 然後就到一九四三年了 四二年就沒有出品 四三年就有一套《原段曲宗》 那他就飾演《方秀華》 然後一九四四年就只有一套出品 就是《幽歡如夢》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黃曼尼的演藝人生 分享到這裏就暫時休一休息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大家留言、點讚、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點讚我們的阿恩與阿鈴頻道 以及幫我們分享這條片出去 給其他喜歡黃曼尼的朋友知道 好 今天就拜拜 下一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